假設我今天要抓到自動產生今天日期的話 其實很簡單,至少會有兩個函數可以幫你自動取得你要的時間 日期跟日期 如果你只要今天日期的話,你可以插入函數 接下來找到那個類別裡面有一個日期及時間 這一個,OK 然後日期時間呢,往下拉到大概快到最下面吧 你會發現在這個函數裡面有一個today 請你點選這個today,按確定 再按確定,它會自動幫你抓到今天日期 5月19日 另外呢,除了用today之外 下面這個格子你可以再插入函數 另外一個也可以,哪一個 往下找 其實我是建議啦,這個函數這麼多有沒有 如果你要真的把eSale學好 沒事的時候稍微瞄一下 裡面它有哪一些函數 然後呢 順便底下也稍微看一下 每個函數下面的解說 因為它就是每個函數到底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那你把它直接瞄熟了之後啦 以後大概你也慢慢就會對 eSale函數能夠做什麼 相關的訊息 相關的那個 功能就會比較熟悉 以後如果剛好要用到 你就想 對,我好像曾經在那裡看過 有哪個函數它可以辦得到 那你就可以直接試試看 理論上應該都可以得到你要的答案 理論上那個 剛剛的today 另外還有一個now now可不可以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today跟now 它沒有任何的引述 為什麼? 因為它直接抓系統的時間 幫你放進來而已 就這麼簡單 按確定 你會發現 結果 一模一樣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 today跟now 兩個一模一樣 幹嘛放兩個 對 時間 now會比today 多一個時間 那你怎麼知道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 藍寬拉寬一點點 再把這兩個格式 選起來 這兩個選起來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格式裡面預設 是沒有時間的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儲存個格式之後 請你選擇 這個數值底下有個時間 然後找一個什麼呢 找一個有年 有月有日的格式 我找這個好了 找這個 年月日 10分 不要秒 10分就好了 OK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用today的話 它只會停在哪裡呢 停在12點 am 如果說你今天呢 用now的話 它除了會給你年月日之外 也會給你10分秒 OK 年月日 10分秒 都有 那也就是說如果說你將來要去計算 訊息裡面有時間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now 它可以幫你把那個 年月日10分秒 統統帶過來 那如果說因為有年月日 10分秒對不對 可是呢問題你只需要什麼 你只需要年 怎麼辦 特別是喔 在插入函數裡面 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叫 一爾函數 一爾函數 其實就是把你 一個完整的 日期 或者有時間的話 可以把那個年的部分 抓出來 只抓年喔 因為它年月日 一個日期 有年月日 那你不能說 我要年怎麼辦 一定 記得就是用一爾 如果我要月呢 用曼時 如果我要天用day 如果我要時間的10 那就hour 那是mini second 應該可以理解 那怎麼做很簡單 一 假設我要 我舉個例子 只要抓那個 哪一年的話 那你用一爾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給一個時間 給一個那個日期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用一爾函數有沒有 他就只會去抓什麼 你這個日期裡面 是哪一年 按確定 2017 那如果你要月的話呢 一樣嘛 你沒有用過曼時 不過你可以試試看 這邊有沒有 曼時 往下找 曼時 M開頭的 曼時 有沒有 按確定 然後找一個那個 日期給他 五月 有沒有 他回來就五月 那day一樣 所以就在年月日 那所以後面的部分 請各位 順便練習一下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總共有 today now 那你可以順便練習 後面有個 year month day 就年月日 hour mini second 所以總共 練習 6加2 所以總共八個函數 剛剛這 today跟now 兩個 在year mast day hour mini second 你通通可以把它 那特別之外 這個部分 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往後 你要做年月日 10分秒的計算 你還是必須用 剛剛講的 這些函數 才有辦法做計算 不然的話 你不能全部給你 全部給你啊 你有六個 年月日 10分秒 到底我要幫你計算 哪部分 你要告訴我啊 那你要怎麼告訴他 就是用剛剛講的 那六個函數 才有辦法把資料抓出來 才有辦法做計算 那不然很麻煩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 可是其實相對的還是 那個日期的計算 還是非常麻煩 所以後面會教各位一個函數 叫Dedif 這個Dedif 就是很輕鬆的 可以幫你把 年月日10分秒 你什麼都不知道 沒關係 反正你靠他 其實計算那個年月日10分 年月日 你10分秒沒有 日期靠他 其實就非常夠了 比如說呢 我們今天 在這個範例底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那個Dedif 然後上面是Dedif 的相關敘述 它裡面總共會有 六種參數給你 這個六種參數是做什麼 就是要讓你去 計算日期裡面的什麼部分 年月日 那後面還有什麼 YM 是扣掉年之後的月 還有扣掉年月之後的日 你很想為什麼要這兩個 其實關鍵是在下方 下面有一個問題 這個人的生日 那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能夠 算出這個人 的 生日喔 不是只有 算出他 今年幾歲而已喔 我還要能夠算出他今年幾歲 然後又幾個月 最後還有幾天 你要怎麼算 以前的話 你要光想到這個問題就頭痛了 對不對 還要再開始 可能拿計算機是不是 當然這 就不OK 而且好像 有很多像算保護的那個 費用問題嘛 所以這個當然就不行 而且差一天 差一天其實就是問題很大 所以如果說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很簡單 Dedif就可以搞定了 Y的話可以算他幾歲 Ym是可以算他 扣掉 稅之後的月 Md的話呢 就可以算出 他 就是 年月 之後的日 那三個全部可以串在一起 可是這一題比較難的是什麼 他串完公式會非常長 一大串 其實你們在那個 講義裡面應該也可以看到 講義裡面 講義後面 我這邊有一個那個 計算 在應該27 如果是簡報的號碼上面應該是27頁 那最後的那個 答案這麼長一串 年 月 日 OK 那這個要怎麼做 這個地方難度比較高 不過 絕對也不是一次做完 你可以分批 先做某部分 第一階段做完 在第二階段 在第三階段 那當然我們 需要了解的是第一個 怎麼樣把這個DATIV的函數 先做出來 那你可以先練習一下 就上面有個DATIV的練習 比如說這個 在結果這邊 你可以先 插入一個函數 那這邊有個DATIV函數 你把它插入 不過你會發現 DATIV 他比較特殊 你插入函數之後呢 我們前面都是在 這裡面可以找到 我們要的函數名稱 但是你會發現 D裡面 居然找不到DATIV 可是 這個函數很重要 那為什麼找不到 其實根據官方說法 因為這個函數 它 是在那個 像以前 沒有以色友之前 沒有以色友之前 你們用什麼 對 LOTUS 123 對不對 所以你回答出這個問題 你有把你的年齡給透露出來 因為 這個東西 至少應該有30年 應該 差不多30年了啦 他大概30年 在DOT 可是你看起來很年輕耶 以前那個沒有以色友 就是前面有個LOTUS 123 他是在DOS環境底下的 那個環境裡面有DATIV 可是 這個DATIV很好用 但是因為以色友他也想用他了 但是有專利問題 他沒辦法直接把他放進來 所以呢他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他這裡不能出現 但是你可以用自己打的 可以用打的 但是這邊 插入函就找不到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 那個部分 因為剛剛說 這個是為了相容 LOTUS123 但是有專利問題 他沒有辦法幫你直接放在這裡 可是你可以藉由輸入的方式 所以這邊不能用插入函數 那怎麼輸入呢 一樣等於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 比較麻煩 DAT DAT就是日期 DIF 這個可能要 比較麻煩一點 這可能要背一下 因為常用嘛 那要不就是你講義留著 將來可以參考 DATIF 看一下講義裡面也有 DATIF DAT DIF 有沒有 那打到小寫都沒關係 DATIF 錢瓜湖 錢瓜湖之後呢 後面需要給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比較前面的日期 就是他的生日 逗點 逗點 第二個日期是 比較後面日期 比較後面日期 H結束日期 那我這邊是 用點的 然後選 A3 逗點 然後 B3 再逗點 第3個問題是 那你要比什麼 後面不是有什麼 YMD YM這些 那你就是 雙引號 打一個Y 再雙引號 打一個後刮弧 那記得喔 這個地方 要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 就是 雙引號把它 包起來 這個是必要的喔 剛剛同學問到說有些地方 是不是一定要雙引號 如果打雙引號 一定要雙引號 沒有雙引號 就一定會錯 這沒辦法 因為它是固定規則 它如果需要一個文字 那你就一定要給雙引號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你就按打勾 它就幫你算出 26歲 26 意思是說 從1980 到2006 中間經過了26年 那 不過特別注意喔 Dedif有個特性 就是 它 會幫你除了算年之外 它會再去幫你比對 月跟日 到底有沒有滿 也就是說 各位可以試一下 比如說結束日期 8月15到10月12 那 後面的那個日期有滿了嘛 那 所以它會幫你多一年 如果你把那個結束日期 10月的部分改成8月 那8月 10月 本來是8月15 1980 到結束的 10月是多一年 可是你如果把它改8月 按Enter會怎樣 你會發現喔 它後面的 年 會少一年 為什麼 因為它會直接去算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滿 月跟日的部分 如果沒有滿 它不會幫你多一年 OK 所以這個是比較精確的 它不是說 只把你的年 兩個相 抓出來之後再撿 沒有 它直接 會看一下年跟月 那底下 我想你就把它向下填滿 然後呢 把後面一個改成 什麼呢 M Y改成M Enter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它會幫你算出 兩個日期 之間呢 相差幾個月 OK 相差幾個月 這個部分 DADDIV最好用 為什麼 因為 以後你就不用去管 一年 哪一個月 哪一個月 是31天 30天 還是 29天 還是28天 基本上呢 那一樣 它也會幫你去 算一下 你的 日的部分 有沒有滿 如果我又把 10月12號 改成 10月15號 它又滿一個月 Enter 你會發現 它後面的這個 月的部分 它又幫你加一個月 也就是日的部分 它也會幫你算進去 那其他像日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Y再改成D D的話是算 相差幾天 OK 9000多 然後YM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提過 我 扣掉 年的部分 我不比年喔 我比月 兩個日期 年不管 因為 Y已經 假設啦 Y已經算過了 那我就比那個 剩下的月 相差幾個月的話 那你可以用YM 其他還有MD MD的話也是一樣 MD的話是什麼呢 如果你的 那個年跟月都比過了 那剩下日 你再幫我比一下 所以你可以用MD 那為什麼會需要 了解那個YM跟MD 其實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算 精確年齡 算精確年齡 第一個你先算Y 他兩個日期相差幾年 剩下來的 再用YM 算他的月 再剩下來的 用MD 算他剩下的天 這三個 加在一起 就可以幫你算出 底下的這個 精確到哪一天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在這底下 顯示什麼 這個人 吳丹雅這個人 他的生日是1972年的 8月5號 那我要 希望在後面顯示什麼 顯示一個完整的 那個 他的生日 就是 他今年幾歲呀 又N個月又N天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 了解一下Dedif 然後再試試看 底下這個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那當然 感覺上有點難度 可是其實 只要掌握訣竅 應該OK啦 我想這個 試一下Dedif 這個Dedif 非常好用 但是 他不能用插入環數 你只能自己打 OK 這個是他缺點 Dedif 日期很麻煩 不過Dedif 很多地方 就可以搞定了 那待會我們看 那個 精確的日 這個天數 就這樣做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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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